美国负债比GDP还高,为何不但没有破产,还能稳坐超级大国宝座?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,很多国家都破产了,如希腊冰岛,还有委内瑞拉等,这些国家都是因为债务过高,超出了GDP的承受范围,最终入不敷出,走向破产,国家陷入了危机,最终一蹶不振。 但是,其实在这个世界上,美国才是负债最多的国家,负债都超过了GDP。 为何反而美国没有破产,还能够稳坐超级大国宝座呢?其实真是原因有三点。 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,整个美国的GDP达到了19万亿美元,在世界遥遥领先,比我国还多了7万亿美元。 但是,其实美国这个GDP相对其负债来说,根本不多,因为美国的负债接近21万亿美元,超过了GDP了。 这要是放在其他国家,肯定直接就要破产,走向衰落了。 因为一旦债务到期,没钱,那不就是要破产了吗? 但是美国债务一直全世界第一,长期超过GDP,不但没有破产,反而是坐稳了超级大国的位置,而且是越来越强。 这很难让人理解,为什么美国负债比GDP还多,却能够保持这么强呢?关键原因有三点。 第一,美元吸血。美国欠债比GDP高,却能屹立不到,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美元。 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,就跟黄金白银一样。 美国完全可以用白纸,空手套白狼,来换取世界的资源。 而这20多万亿美元的债务,在美国这只不过就是一堆白纸,而世界其他国家还要乖乖地为白纸买单。 整个20万亿美元的债务,对美国来说,确实多,但是其完全可以转嫁到世界范围内。 因此,其实美国的20万亿美元欠债,是世界在买单,而且还是必须买单。 美国可以无顾计的债务,而且丝毫不需要怕会破产,这也才支撑起美国人的高质量生活啊。 所以美国只要美元地位还在,根本倒不了。 第二,军事太强。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军力,每年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多半,而美国之所以要建立这么强大的军队。 最为关键的是保护美元地位,同时谁要来要债,谁要抛售美国债务,美国就拿军队打,是美国维护美元的最基础的手段。 而且美国一旦缺钱了,在钱最利级的地方打仗,大量的钱财为了比显力拿回回到美国。 所以说,有了这支绝对的军队,美国也不用担心,谁来向美国讨债,谁来威胁美国的钱财,当年日本就是这个的牺牲品。 第三,美国资金吸盘。 美国虽然欠债很多,但是因为国家强大美元户价,因此仍然是世界资金的聚集地。 国的GDP虽然只有19万亿美元,但是美国光是股市就有42万亿美元,如果加上债市、保险等留在美国的资金来自全世界,至少是近百万亿规模。 因此,这么多的钱,都在美国,美国区区20万亿美元的债务又算得了什么呢? 所以美国即使入不敷出,仍然是稳坐泰山,无人能够撼动的。 所以美国也最怕哪个国家危机,其美元和军事,这是其保命谢呢? 探究历史真相发现背后故事。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历史真相背后。